欢迎收看这个小时的台湾大搜索 我是红薯芬 最近大家都被书籍 冯德伦 甜蜜蜜 婚纱照给闪瞎眼了吧 其实这段有着完美结局的爱情 得来不易 回顾书籍感情路 可真的很坎坷 尤其和天王黎明谈了青年情 因为歌迷反对 黎明始终不敢认爱 伤透淑琪的心 后来和歌手王力宏交往 又因为拍过艳琴片 遭到王力宏母亲反对而分手 最后终于等到了幸福 身格为婆太太 我一直渴望着 有一个爱我的人 可以跟我在一起 陪我走完这一生 这个人 书籍在40岁这一年 终于找到了 突然结婚 然后有婚纱 很简单的婚纱 然后很简单的 他们就说称为最简易版的婚礼 然后其实很多人是哭了 很多女生是哭了 我觉得因为他们会想到书籍过往的种种 包括出道的时候的一些艰辛内面 还有她的感情情路非常的坎坷 回顾女神书籍的感情路 最坎坷 最令人惋惜的 莫过和天王黎明的一段情 1998年 32岁的黎明和22岁的书籍合作拍电影 金童玉女一路从戏里稳到戏外 得不到祝福 书籍努力扮演好天王背后的女人 也传出两人互许终生 感情一谈就是七年 那到后来因为黎明太帅了 要拍很多的戏 也很多女明星这样 不晓得真的会假的绯闻 直到说后来 黎明带着金旗扇在香港开游艇出游 被狗仔拍到了 然后书籍看到报章杂志才认为说 原来这一切的传言都是真的 因为当时其实香港媒体有做了一个访问 是黎明的父亲对书籍非常有意见 你就说你要讲说 你要娶这样的一种一个托薪当太太 你真的何必呢 你的形象这么好 所以她也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 而黎明有一阵子她是因为被发现说 送到医院去急诊之类的 那香港方面就传出来说 黎明是为了书籍而自杀的 因为人活得已经蛮辛苦了 如果你在专业上的付出就已经蛮累了 你私底下还要去犯感情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样真的太辛苦了 伤痕累累的书籍终于死刑了 斩断七年情 只是美艳性感的她依旧是超级发电机 2006年王力宏自导自演MV 特别邀请书籍担任女主角 第一个我们的清晨 在香港的时候被拍到 被偷拍到说两个人在家里 晚上两个人都穿同样的那种 像浴袍一样的东西 然后再后来就被拍到说去日本 什么百货公司里面在挑一个戒指 就说他们在王力宏在看一个戒指 初期在旁边帮忙在出意见 我跟所有的朋友都很好 然后刚好我们一起去在日本 就是他也在日本工作 我也在日本工作 然后就一起出去逛街吃饭 就这么简单 关系怎么样 关系 关系好朋友 身为偶像就算心中曾有爱苗 也只能忍痛捏碎 传出他们俩交往三年宣告分手 但后来又传出来说 王力宏的妈妈又反对初期 因为她过往的就是 宴晴女星 三级女星这样子 两段感情都因此画下句点 但当初之所以拍宴晴片 是为了养家 妈妈常常为了要去就是 就是书琪跟弟弟的这个学费的问题 常常会东挪西凑去凑这个学费 那就让书琪觉得说 那不如我就不要再继续念书了 我来养家好了 走在路上有一天被一个人 然后就说你长得还不错 你有没有兴趣当模特儿 那我觉得好像也不错 可以自己出来赚钱 然后我就好啊就去 这是很多人没有看过的书琪 当时的她17岁 走起台步充满自信 就一个模特儿的经纪人 就说你现在还不错 你要不要拍一下写登记 我问她什么是写登记 就是没有想到最后会有什么 负面的东西 即便你旁边的人都跟你说很漂亮 我在模特儿经纪公司 而且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拍嘛 就还有其他的前辈啊 或者是后面还不用玩的人进来 他们也都拍 那你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不请我是95年 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一本 一张他转载的照片 我第一眼就觉得他很清纯 可是里面有一种咬异 腰异的感觉 很与别不同 1996年 19岁的舒淇和导演王金签约 独自一人到陌生的香港发展 老爷啊 新年到啦 那舒淇在这个三集片里面 受到大家的瞩目是 她真的满感托 而且很敢表现 对很多香港的影响来说 这个来自于台湾的女孩 其实是很性感的 谢谢花香果 以后西门家 就只剩下我们两个小女孩 第一部戏才刚拍完 王金就发现 以舒淇的资质来拍这样的电影 实在大财小用 但不管舒淇怎么努力 还是摆脱不了拖行标签 有一天我站在路上的时候 在等公司的车子来接我去开工的时候 然后突然有人就一个敞碰的车子这样 在我面前呼啸而过 然后就很大声地就说 拖行 然后我就这样过去 那时候我就才觉得说 为什么我要在一个马路上被人家这样 你口口声声说不想拍三集片 你知道演的那个更难受啊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对 反正可能意失足会成千苦恨吧 但是但是那个错错的事情 你说是可以把他挽救回来 立志把衣服一件件穿回来 之后舒淇接拍耳东声指导的色情男女 和张国荣也对手心 也让他获得第十六届 香港金像奖最佳新人 以及最佳女配角奖的肯定 1998年舒淇又已定 红兴十三妹拿下金马奖最佳女配角 恭喜 很开心可以在台湾拿到一个金马奖 得到我自己家乡的人的认同 非常谢谢 不可会演其实舒淇过去在很多市场的电影里面 也都比较属于花瓶角色 可是他慢慢也走出自己的风格 舒淇获奖之后 片约一部接着一部来 他积极摆脱艳星称号 用演技证明自己 光是1998这一年 他个人就有十部电影轮流上映 这都是他十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是2001年 全世界都在迎接21世纪 2001年因为电影迁徙漫坡 让他遇到生命中的贵人 台湾导演侯孝贤 但侯导拍片一切给演员自由发挥 让舒淇紧张到想放弃 有一次我看他在那边抓头 抓得很厉害 然后一直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然后脸色很慢看 我就觉得说 怎么办 是不是我不好还是怎么样 我就说不不不不 就很nice 不管你那事 没有 我真的不管 我只是在想我后面要怎么办 演员 你是我选的演员 你一定没有不好 不好的东西一定是我 听到侯孝贤这番话 舒淇放下心中大石 也培养出师徒情谊 三年后又合作最好的时光 让舒淇拿下第42届金马影后 恭喜舒淇 谢谢佛导演 他那么的严厉的对待我 然后谢谢廖桑 还有谢谢最好的时光 所有的工作人员 然后谢谢我爸爸 还有谢谢我妈妈 谢谢他们一直在背后摸摸地鼓励我 我终于拿到了 谢谢 舒淇洗劫器 因为这个奖非常不容易 用一部部经典作品 证明自己也成功转型 但粉丝更着急 女神的爱情何时开花结果 终于在2016年传出好消息 时而搞笑时而甜蜜 舒淇安冯德伦 在浪漫的杰克布拉格 逗趣拍婚纱 宣布两人正式成为夫妻 他们其实非常早就认识 大概算起来也有20年了 两人的结合 就像这首歌词写的一样 1996年因为电影 美少年之恋两人结缘 有好感 可是没有多想太多 因为他们身边都有其他的人 当时舒淇有男友黎明 冯德伦的身边也有莫文蔚 但男方曾在报纸专栏 特别提到两人合作第一部电影时 就对舒淇很有好感 看得很潇洒 但是其实也有他很细腻的一面 所以当他碰到冯德伦的时候 他会觉得说 这个男生就是不停的倾听 倾听他的一些心事 或是在旁边陪伴 连舒淇嘉领电气坏掉 都会找冯德伦帮忙修理 舒淇不开心时 冯德伦也会陪他一块喝酒 甚至很绅士的 送喝醉的舒淇回家 就是冯德伦结束了 跟莫文蔚的爱情长保 然后舒淇其实他结束了 跟黎明的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 不晓得真的还假的绯闻 最重要是 黎明那段结束之后 其实两个人都是属于一种 空窗的一个状态 2012年3月 舒淇在微博 剖出冯德伦和自己爱猫的合照 当时就被外界猜测 两人恋情即将公开 所以当舒淇她 她在前两三 好像三四年前 她去参加这个 林希磊的婚礼的时候 她就有跟林希磊讲说 因为她看到林希磊很幸福 她就说 也许我应该从旁边的人 我去找一个 很适合我的人 她就有这样的讲 那你对照那个年份看来 其实就是冯德伦出现的时候 后来又被媒体拍到 两人亲密同游东京 那我跟她十几年的朋友了 不太好 你没有拍照 没有 我们只是好朋友 始终没有承认恋情 但回推东京游的时间点 两人应该刚正式交往 直到2016年6月 舒淇大方放上 世纪大合照 疑似认爱 如今证实开花结果 其实我觉得这应该 算是老天爷补偿她的吧 她这么多年来 在感情路上这么样的波折 这么样的无奈 她现在有一个 这么久的缘分 然后终于 终于就是变成一个 真的蛮甜美一个果实出现 其实很多人看到就觉得 即使不认识的人 都想要替她 替舒淇这样哭出来 没有华丽的婚宴牌场 只有两个真心人 身上穿的西装和洋装 也都是在路边买的 就连摄影师林秉存 都是临时接到通知 她是 她说大概一两个礼拜前 接到电话 她以为舒淇是骗她的 因为舒淇是跟她说 来帮我拍婚纱 那林秉存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的突然 然后就是跟她说 只要带一块反光板就好了 舒淇的极简婚礼 开创了巨星仙河 路客不来 观光业面临寒冬 甚至要走上街头抗议 但是你知道 哪一个景点的路客人 却是不减反省吗 政府新南向政策 要扩增东南亚观光客 来台人数 填补路客的缺口 但是台湾准备好了吗 台湾大搜索 特地远赴北欧丹麦 还有马来西亚 带你来看看 他们是如何打造 观光新市政 甚至连当地元首 都自掏药包开发 不只有乐高乐园进驻 还有Hello Kitty 跟愤怒鸟 就是看准了乐园 所带动的千万商机 大搜索团在以前进马来西亚 第一站知名乐园 这一项雨霄飞车是园里头最受欢迎的项目之一 这里的客群主要来自于亚洲的中港型马台 而当卖总部之所以选择马来西亚当作据点 最主要就是看准它的地理位置 带来的无线商机 乐园这边位处马来西亚南边的新山市 是新开发的观光市政之一 因此不只有乐高 另外还有愤怒鸟 Hello Kitty乐园 可说是兵家地争之地 但是马来西亚乐园 为了做出市场区隔 各地远赴丹麦取经 要打造跟总部一模一样的忍者园区 在丹麦这一样设施是小朋友必玩的第一选项 互动式的四地新玩法 仿佛化身成真正的忍者 要来几百怪物 还能跟其他游客比分数 较高下 今年11月马来西亚乐高增设新园区 就是希望能冲高来特殊 当初迪士尼要来射乐的时候 那时候时空背景 就是他们看中的就是大陆的旅客 那当时为什么后来迪士尼 我们跟他插身而过 跑到了香港 主要是因为当时会认为说 要扶持本土的产业 再来就是因为迪士尼他要求 说高速公路要特地为他拉一个 就是交流道下到他那边 后来就是因为这种种原因 所以迪士尼能跟我们插件不过 换来是本土财团的马拉湾集团 越美娱乐世界传出 因为资金周转出了问题 管不出贷款 遭到银行团以25亿元拍卖 结果是惨淡经营转手让人 台湾设限的层层关卡 让迪士尼投向对岸 因为香港张开双手欢迎 迪士尼要交流道 没问题为你开 连地铁都盖好 再来的观光产值 以2013年的入元数来看 670万人次 营额来到42.72亿港币 2014年更创下750万人次新高 营额高达48亿 换算新台币将近200亿元 虽然去年发生亏损 但乐园带来的周边经济效益 不容小觑 台湾有从中记取经验吗 像台湾它人口输了2300万 其实它要去支撑一个国际级的热源 在这边它是一个可以有基本的支撑盘的粉地盘 但是台湾的土地取得太困难 台湾的政策给予就是这些国际级热源进驻的这些条件 环境实在是不够好 政策过度僵化 在下上周遭国家 上海有迪士尼 日本新加坡有环球影城 马来西亚有乐高 主题乐园已经呈现饱和 现在想进场可能回时已晚 如果说你现在成立一个宝可梦乐园 可能会很猴 但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在 大家都有这张相同的经验 全世界的经验 那这种文化产业输出来讲 就不是短时间可以造成的 台湾有这样的能力吗 台湾目前也还没有这样的能力 其实乐园能带来的庞大商机 台湾业者不是不知道 只好自立就继 自如营销 吸引国外游客目光 另外一看到 哇这位 哇那个 那你还没看 可真不放 你还不放 你还不放 我还不放 你还不放 哇哩这还真是 是超好 在我们园区韩国的旅客的游客数比例少 但是它成长像从2014年到2015年 成长了80% 这个数字其实是非常惊人的 非有国际品牌加持 本土乐园还得靠韩国节目宣传 才能在国内旅游业 平和陆客不来的寒冬其中 杀出重围 其实从早期从陆客开放 开放的当时其实是 团客进来比较多 所以其实当时在整个游乐园的 陆客的状况其实并不是这么 不是没有像预期的这么好 那反而是当整个旅游形态的改变 他们是以闪禁的方式到台湾之后 可能反而是来游乐园的机会是变高的 所以相对于我们反而是在进行 陆客的人数是稍微有一些的成长 陆客来台的形态 从团体变成自由型 反而让从前没有被包装在行程里的游乐园 受到注意 因而成长获利 新政府等高一呼新南向政策 想借此名捕陆客缺口 但从数字上来看 陆客去年来台人数高达418万人次 而东南亚旅客仅有141万 相差200多万人次的旅游来客数 真的补得起来吗 其实现在整个乐园在海外市场的比例 当然是亚洲还是占最多数 包含像香港 新加坡 马来西亚 这三个地方应该是比例最高的 加起来大概超过七成 其实从前两三年吧 其实像新加坡 马来西亚 香港等等 其实成长的幅度都算是 大概都是持平 并没有比较显著的成长 因为其实它的成长期已经过了 新马早有稳定的基本盘 台湾该想想零和突破 业者也不再只靠国外的旅转行销 而是配合趋势改走网路策略 我们也会找当地的部落客来台湾玩 那玩以后回去写在它的这个 部落格上面 那当地的游客其实就会知道 平观光还得对症下药 以马来西亚政府为例 他们在南部打造观光新市镇 除了拓展道路交通 当地元首更是带头挹注 大笔资金开发 吸引国际品牌进驻 靠观光振兴当地经济 台湾政府喊新南向政策 无非也希望如此 如何做出市场区隔 开创友善投资环境 政策怎么不会沦为口号 2008年台宿大家长王永庆过世之后 三娘李宝珠掌控史权 她如何牢牢抓住丈夫的心 又能把触角伸上公司 广告回来 我们独家专访大房郭越南侄孙 揭开这一位不比凡女人的 名谣故事 欢迎回到台湾大搜索 两个礼拜前掌握台塑集团 经脉的长庚医院董事会 王永庆三房李宝珠确定退出 形成了王永庆 王永在 两兄弟家族子女共治的局面 很多人认为 这位总是笑脸隐隐的三房 能在大房二房夹击之下 以后来者之姿 要身为台塑集团实权掌控者 过程惊心动魄 堪比后宫真还传 台湾大搜索 独家专访的王永庆大房郭越南的 侄孙 一窥三娘的神秘面纱 王永庆的众妻妾中 唯独三娘李宝珠 能在台面上运筹帷幄 她在丈夫身边永远笑脸迎人 野醉深不可测 李宝珠本身 他对客人的一个应酬等等 那么展现出来的那种格局 跟王永庆刚好是一个互补 赖先生除了财经专家的身份之外 还有一个特殊背景 他是王永庆大房郭越南的子孙 我如果真的从辈分来讲 我应该要叫他古薄 我们是属于一个算是糖的这个部分 我记得我小孩子在我的家乡 看到第一部的汽车 就是王永庆开车到我们隔壁 去探访那些亲戚 李宝珠因为家里很穷泰山人 从小就是当养女 八岁就去帮人家帮佣 所以他为了要在他工作的场域里面 他得到比较好的待遇 他的眼睛 他的眼光 眼色一定很好 所以他对一些人情事故 以及在人际的处理 是从小就已经 他有他一套的生存之道 王永庆的事业规模并不出色 常常因为台塑的塑胶粒卖不出去 整天伤脑筋 李宝珠曾出手相助 所以那时候有一阵子还听说 王永庆因为工厂的一些资金 支票搁不过来 李宝珠还帮他起了一个会 而且他变卖自己的手势 卖掉来帮助他 所以李宝珠等于是说 对 我是王永庆跟王永在兄弟 共同努力去创业的人 所以他是奠定了他这样的一个地位 圆融的交际应酬手腕 对王永庆的事业大有帮助 1959年 王永庆决定纳李宝珠为三房 王真央老夫人 就送王永庆的妈妈 她是不同意的 因为家里已经有两个了 那你再进来一个 以前的人就担心说 那不是家里大乱吗 结果有一天 王永庆就带李宝珠回家 结果就跪在他妈妈的面前 王永庆就叫一声阿母 那李宝珠也跟着叫阿母 王真央女士非常好 人非常的善良 那因为那一句阿母 她心就软了 就允许她带进来 面对已经有两个儿子的二房 杨娇 跟地位不容动摇的大房 郭月兰 三房李宝珠能稳定住位子的关键 在婆婆身上 他也知道说王永庆和王永在 最在乎的是 他的爸爸妈妈 尤其是他的婆婆王真央女士 王真央的妈妈最喜欢看谁 看杨丽花 中午吃完饭以后 看了一个小时的呱戏 看完以后才会睡觉 那那个小时你要陪她看这个呱戏 那呱戏有时候看了其实还不够饮 那怎么办 外面有录影带 把录影带买回来 一两个人婆媳在那边一起看 李宝珠甚至透过关键 把杨丽花的明星请来家里 只为让婆婆开心 他生日的时候 他也觉得说年轻一点的 像蔡幸娟 然后可以帮王妈妈过生日 让王瞻样女士觉得说 这个媳妇非常讨她欢心 在料理上 李宝珠也下足功夫 向副陪梅学厨艺 终于取得婆婆的认可 不过更重要的是抓住丈夫的心 当时王永庆是希望送一些 比较珍贵的礼物给她 包括男人有些喜欢黄金 钻石或者是珠宝之类 李宝珠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 她说为什么要送我这个 我现在不愁吃穿了 你就把这一些东西 拿去破建厂房 这是非常厉害的 因为她这样一说 这个男人就觉得她忽厚不知用 而且她会认为你是值得 跟她共患难的另外一半 感觉值得共患难的 还有公司员工 因为李宝珠从干部 职员 小职工友都贴心关照 整个长庚或者是台座集团 李宝珠总是会去注意到 种姬小姐是不是小孩生病了 或者是哪一位司机先生 今天不舒服 类似这样 你要切记 若无完全把我活到皇上安住 你可一定要套皇养晦 收敛了吗 稳固了像太后的婆婆 皇帝般的丈夫 又建立中心的员工情报关系 但大家族就像后宫一样 传统观念还是得有儿子 继承权力 这对连续生了四个女儿的 李宝珠来说 一直是致命伤 她转个念 把女儿培养得比男性还出色 王瑞华负责台塑美国 王瑞宇负责陪着王永庆 到中国大陆 见了所有包括胡锦涛 包括邓小平 就所有这些重要的场合 都由王瑞宇出面 后来他去长庚的厦门 让王瑞惠去主导 也就是说他让每个女儿 都能够在公司里头 扮演一席之地 自己在那个当下 不要太强出头 对外低调内敛 对内却事事细心 处理明快 这正是三娘李宝珠 能掌握台塑 2.6兆资产的关键心法 现在李宝珠轻松挥甘 身段优雅 和朋友们打着王永庆 生前最爱的小白球 而丈夫的妻妾们 如今只剩她一人在世 许多纠结纷扰 已全往事 又有诈骗集团行骗 向一般客户亲自到海鲜业 到建柴业挑货下单 最后支票竟然变成了拔拉票 行骗的全台被逮 法官一罪一罚判27年 但竟然关个两三年出院 又行骗 这司法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稍后来告诉你受害者 谢雷铭的故事 欢迎回到台湾大搜索 为何诈骗案如此的猖獗 抓不深抓 还演变成了跨国犯罪呢 司法刑度太低 是个原因之一 明明最高刑度可以判到30年 但为何总是关个一两年 甚至几个月就出来了 原来这个判刑之后 还有执行刑这个关键 可以说是让诈欺犯又是无恐 法庭上请四位律师辩护 还大喊速审速决 就是不赔被害人 这样子有天理吗 他有钱不一定买得到 对 这就是冷冻商 这自信的口气 是徐老板租的冷冻库里 都是新鲜捕捞的费类海鲜 冷冻在这零下25度 要装箱内销到各饭店餐厅 去遇上诈骗集团 叫做活动进口 你去五星级饭店的话 一桌没有超过两万 他是不会用这种 我们海产业界受损的金额 大概一千多万 将近有五百万都是草薑 他专门倒高单价的 还有暴雨 我们业界同样有暴雨一百多万 还有干贝一百多万 对 而且那个干贝都是 我们讲说业界等级最高的 来自日本北海道 生死等级的冷冻干贝 诈骗集团四个字 当然不会写在脸上 看来也像堂堂的生意人 两年前在病死猪 僵尸肉事件爆开之后 国人对海鲜白肉需求变多 诈骗嫌犯还亲自来挑货 用现金下单 他会用小量金额跟你做 而且是用现金付款 等到一两笔以后 他或许会跟你讲说 我们就做月期 取得你的信任之后 我们就会谈票期 一个月后跳票了 才知道是拔辣票 沿着公司地址去找 已经人去楼空 高档海鲜被用 第一到两成价格转手出去 有的被害人是一些 比较知名的一些 海鲜的饭店或是餐厅 镜头转到桃园这家 进口材料行 老板没投身索 遇上同一团诈骗集团 这种银架的材料 那个门型架 踏板 它都是跟我们叫新料 对啊 我们都是这样 一车一车 就是再去给人家 我旁边这些都是 鹰架跟钢铁建材 是这次诈骗金额当中 最大的总共923万 博士出货 只要出货20多趟 才出得完 就是出货之前有先复订 最后他知道他要跳票之前 他就一直 因为他就一直打电话来 一直吹 就说他哪个工地缺料 要叫我们赶快补 又是拔辣票 今天进 明天就转卖 923万建材 被用六成价格贱卖到各建筑工地 其实他们很不喜欢留下认可的一些证据 譬如说文书证据 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很好追查 报案的受害厂商遍布全台 但诈骗集团虚设公司 从车站找来皆有当人头负责人 捡警好不容易锁定 几个出面挑货的熟面孔 一路跟肩就是半年多 主协终于露出真面目 竟拿着骗来的钱花天酒地 出入式冰释车代步 常常会去像李隆KTV 饮酒做热 或是在外面聚餐 或是所有会去那种 类似那种按摩 所以还蛮夸张的 主协人要抽到校长 开这个公司徐社航号的部分 都是由他带领这一群人 那这群人的话 有些可能一刚开始一进来 他可能是不知道这间公司 在做什么的 可是深入了解之后 他就有时候就跟他们同流合污 然后再开另外一家公司 像这位女会计 后来才加入诈骗集团 帮忙记账 骗来的高档海鲜 原来都藏在他家里 看到检井上门下的报警 两个小孩全都招了 主持人校长的王秋祥 诈骑累贩 之前已被判三年十个月 假释出于诱犯 这次虚设金展员 祥展 一品轩三家公司 开把腊票 诈骗建筑 和海鲜业共进三千万 绰号水哥的何春元 是诈骑未造国币的累贩 曾被判两年到八年不等 两个人都是出于五年内在犯 以为神不知 鬼不觉 抓到这些也是老江湖 他们也很难想 很难想像说他们会被抓 对比花田酒地的嚣张 出庭时诈骗集团眼看市政 贪在眼前都认罪 就是不跟受害人赔偿道歉 名下财产都挂零 他们上高级酒店来讲 如此挥霍被害人的血汗千态 这到底有没有天理 他们律师阵容来讲的话有四位 我们一个都没有 他的态度是怎样 没有 丝毫 真是无所谓的 谈笑风生 而且很帅 跟马观想速成速决 所以谈有些公司 他是属于小本经营 他本身他的利润就不多 像有些公司他是 他本来就贷款度日 然后经过被他这个诈骗 这个获款之后 很多公司也是面临倒闭 判得太欠了 对不对 900多案你看他现在在里面 里面关 一年年薪130万 出来骗一骗 就比一个正常人 在外面工作的薪水还要好 年薪多少 我也差不多 这样六七十万而已 换算起来 那我大家都来骗就好 这一个一个栏目都是同一个主嫌 以罪一法的加重诈欺取材 有判一年九个月 一年十个月 加总起来16个案 也有27年十个月 但是法官定因执行刑 却六年 他到底怎么计算 定执行刑 是在个刑的最长期以上 个刑合并行度以下 来定这个行度 所以他定六年 已经是符合了51条第五款 所规定的个刑的最长期以上 要把这个定执行刑 加重到什么程度 但合并执行期 最高不是可以到30年吗 假设有一名流浪汉 他三餐不济 他为了要裹付 结果他连续犯了 好几十件的切刀案件 那每一件都判三个月 我们假设他犯了40件好了 那如果我们以累计 加总的方式的话 有120个月 恐怕是超过了他行为的 不法内涵 因为10年的刑度 似乎都已经是杀人罪的 法定最低本性了 判决书还写 绰号校长主贤王秋祥 国中毕业知识程度 家庭经济状况不佳 而另一个绰号水哥何春元 经医师诊断 有疑似中隔腔肿瘤 头伙还有骨质疏松症 骨刺 施行全人工膝关节致患手术 处罚的刑度和刑则 考量生命有限 对被告造成的痛苦程度 需兼顾刑罚横平原则 并非以累加方式 定出因直行刑 这些内容让被害人无法接受 那为什么法官不来提袖 鬼扯淡 不对的 感觉上都一直在保护被告 其实换罪的人 他要考量的是什么 考量的是会不会抓到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万一抓到以后 他的风险高不高 就是他成本 就是讲台语就是成本 你不是跟他讲道理 是成本 假设确实不同 那会不会是有需要修法的地方 或技术层面也有 值得改进检讨的地方 刑法是属于就是末端 末端的处理 我觉得与其去加州那些刑度 都不如去教育人民 或是教育 就是使行政机关 在行政监督上面做得更好 人头账户 人头电话 人头公司这些的管控 申请不要那么容易 不然这种案子只会 对 更多 受害人损失了101万海鲜 以及923万建材 都被削脏了拿不回来 其实就去都没有 就肉包子打口 把冷冻车跟冷冻柜 也都把分的工具都排卖 有些产生有得到偿还 只有一名诈骗集团女会计 愿意分其付款80多万元 给受害的海鲜批发商 获得缓刑 诈骗集团成员 都还纷纷提出上诉 即使一个个都在押 在司法的天平上 被害人的权力没有对等 对不愿吐出不乏所得的诈骗集团 也没辙吗 那她的野浆花的回忆 更不要讲 那首真是红片大街小巷 那个时候正好 也搭了民歌的这样子的顺风车 这个是所有的心心学子 那个最流行的潮歌 一首首民歌曲风 歌手正是让不少四五年级生 为之复迷的国民女神 刘兰希 我时常漫步在小雨里 在小雨中虚迷 那高二的时候 跟朋友一起去电视台 去看一个歌唱比赛的节目 那时候当然只是一个观众 一个粉丝的身份去看 可是没有想到呢 在那个时候呢 还是有一个美术局的一个工作人员 就发现到她 就这样被挖掘 从观众变成了台上的主角 葛优泽燕 还跟单红的男演员通台表现 他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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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六零年代那时候 就是那个电影 夯得不得了 你看彭 林青霞 一大堆 你一直不过是一句 又会唱歌又会跳舞的穆乃姨啊 看样子 我给你的印象很坏啊 不会啊 你根本就没有给我什么印象 所以 谈不上什么好坏 多少人想要起劲 成为这个穷女郎 那当然那时候 刘兰希因为也很红 然后她的形非常的甜美 自然而然也受到了这个穷瑶姐的助力 杰文 你怎么会决定啊 你怎么会坐在轮椅上 我要哭了 杰文 我要哭了 别哭 每部戏都跟打卡拍 但这种人叫却都只能给别人当 虽然我好不容易起过头 当了穷女郎 但是前面有二情二灵战 我再怎么演 因为你就是男主角的妹妹 这边就是女主角的闺蜜 所以她那时候心里慢慢慢慢 会觉得说有点受挫 杰兰 你听我说 我不听 何苦呢 杰兰 杰兰已经坐在这里等你一下午了 事业上失忆 但情场上 刘兰希遇见了大她十岁的那颗医生 两人相恋后步入礼堂 可是后来结婚一年多的时候呢 因为老公是医生 必须要到美国进修 那刘兰希当然要跟着老公一起去 没有想到到美国去的时候 因为老公每天要上课嘛 那想这个老婆交妻在家如了 就想说那老婆那干脆你去上课好了 这一上 上了佛法课之后 让刘兰希从此和佛门解下了不解之缘 这一结缘 刘兰希净剪去长发 换上袈裟决定出家 荧光目前再见到她 已经不是女明星 而是道容法师 法师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您好 1997年 她担任达赖喇妈来台时的翻译 也带着喇妈的两位澳洲籍弟子上节目 我想请教两位法师 知不知道道容法师在过去 是一位非常耀眼的明星呢 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我澄清我不是耀眼的明星 我只是曾经 我想我的工作是曾经在演艺圈工作 我从来 可能不会觉得自己什么耀眼 这些 自己的头衔 我觉得很不好意思 因为我觉得我很平凡的 现在的朴实平淡 跟过去的农妆艳末 两相对照差很大 要不是左脸的那颗招牌制 实在很难认得出来 其实我以前完全没有考虑过出家 我觉得学佛 以前学佛就是 觉得就是拜拜 好像布施 后来慢慢想到出家的问题 一想到新年就会觉得 也是蛮害怕的 不是蛮害怕 就是蛮难舍 我一想到说 会离开自己的亲人 或者说现阶段的生活 就会觉得心很痛 加上结婚才三年 仅仅31岁 也还是为医师娘 怎么能说放下就放下 后来我命令到 我觉得 如果在我人生里 只能做这一件事的话 我想我会选择修行 我从想要出家 到真正出家 我有等了五年 我足足等了五年 因为我那五年时间 我在美国 我就不断地写信 给我父母 然后告诉他们 我学佛的心得 最后爸妈终于被他说服 那最亲密的枕边人呢 当然我也是曾经有过婚姻的 那我很感谢就是 我以前的同学 他 他真的是非常的 怎么讲 他非常的慈悲 他成就我 所以他一直是看着我 这样走这条路 到最后他也觉得说 如果你真的那么喜欢 出家的话 我愿意成全你 丈夫的成全 让刘兰西最为感动 就在全家人的见证下 终于剃度 我出家的时候 我这边在举行仪式 那我父母他们坐旁边 就都在哭 他们就是哭声不断 那这件事情告诉我 我觉得我的出家 真的是好像 踩在很多人的泪水 这样走过去的 所以我非常珍惜 很多人会质疑说 你刘兰西是不是因为不红了 所以那时候才决定 退出演艺圈 然后这个顿入空门 但是讲这个话 其实可能不是很了解 因为刘兰西那时候 虽然没有像她想象中的 如愿达到A咖的这样子 超级巨星的地位 其实实际上 还是很多很多的演出 很多很多的戏乐 只是说 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 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 问我为什么可以放下 可是我真的凭哪一天 听说我觉得我没有放下什么 我觉得我好像出家会得到更多 真心喜欢佛法 放下一切世俗眼光 最感谢的是老公的成全 致电询问刘兰西的丈夫 她表示仍担任内科医生 但已经令祖家庭生儿育女 在她心中 刘兰西永远是位伟大的女性 从玉女红心到顿路空门的法师 这180度的转变 歌迷难舍 如今只能回味老哥 想起他曾带来的欢乐 我们从真实故事中渐往之来 继取人生经验 我是洪淑芬 台湾大搜索 我们下周见 这是爱 我们的爱 还不确定 却还是在 把你贴在胸怀 紧紧的代替表白 在不愿放开 这是爱 给你的爱 没名字却停不下来 在忐忑里期待 却越懂想到未来